来看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 最晚23号就会登记参选总统 不过呢 这个时候新党主席郁慕明 他是再度炮轰宋楚瑜 新党金门令委参选人吴陈典 挥奇造势 主席郁慕明站台 再度重炮批判宋楚瑜 说马一九无人 或者是马一九 已经沸腾了这些 我觉得批评人家的人 也反过来看看自己 当你谈白色恐怖的时候 或者你谈马金体制 请不要忘记 当年李宋体制 是怎么样运用集思会 来打压新年线 运步名举过往例子 批宋楚瑜根本没资格谈民主 总统大选登记参选开跑 宋楚瑜参选势在必行 不少蓝军支持者 眼看分裂就要成真 焦虑到最高点 他根本 不能装甩的嘛 不是捣乱的是什么 没有那个承诺的诺言 对不对 这样不好 来到郡村蓝军铁票仓 简陆平旁插着大国旗 老伯伯想请宋楚瑜过往的事迹 一一细数越讲越气 在我观感里面 如果他聪明过度就被聪明害 一定会要拨打宋楚瑜 帮他的忙 猜 令他当个神主席 怎么支援他 宋楚瑜计划最快23号 就要登记参选 选民放大检验 宋楚瑜过去言行 执疑就算联署过关 参选总统的正当性 曾经陈一帆和赵伟台北 采访报道